看过很多部古偶剧,发现不少古偶剧都会有试图恋的剧情。 这样的剧情有什么魔力呢?为何这么多剧都爱这样拍? 说起试图恋的古偶剧,你脑海里想到的是哪几部呢? 一起来看看吧,有没有你脑海中出现的。 说到试图恋,成绩最好的,还要数赵令和霍建华主演的花千古。 花千古2015年现象级大爆,作为一档深夜十点播出的周波剧, 收市平均破二,最高破三。 即使芒果尿性不减,各种注水乱减集不断重复延长集数, 依旧阻挡不了收市的火爆。 当年的大街小巷都是年轮,还有各种各样的唐宝周边。 这座公司词文传媒凭借一部剧成功上市, 这部剧让赵令和霍建华一举成为当红一线, 尤其是赵令,彻底扭转口碑,坐稳一线小花,改写了八五花的格局。 其他的配角也都开始接到了各种主角剧。 在这部由赵令和霍建华主演的电视剧中, 一个是傻徒弟,一个是古板的岩师。 花千古对待白子画的心思就是,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被万人唾骂。 到白子画这里就有点不同了, 毕竟他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一直以来坚守的观念让他不能随意而为。 所以很多时候观众看着他好像对小谷有点意思, 好像又没有意思。 当时这样的题材可不多见, 加上剧情上多有悬念起伏, 播出后就备受好评, 成为当时收视率第一的古装剧。 不仅如此, 也是当时网络首部播放破200亿的电视剧。 虽然赵令在那之前就有很多主演的作品, 但是花千古确实为赵令达到了一个顶峰, 试图恋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去年也有一部师徒题材的古装剧, 不过这次不是仙霞了, 《周生如故》是去年8月份播出的电视剧, 由任嘉伦和白露出演, 这部剧堪称史上最虐的师徒恋。 任嘉伦饰演的周生成是战功赫赫的小南城王, 他曾经历下独世, 终身不娶无妻无子。 然而白露饰演的崔石仪, 因为命运的捉弄成为了周生成的徒弟。 崔石仪成为周生成的徒弟时年仅16岁, 后来石仪在南城王府慢慢长大, 最终爱上了自己的师父, 但石仪的身份是太子妃, 所以可想而知, 他们本来就是不可能有开始的。 这两人从知心到相爱, 一直都是隐忍不发的, 直到最后石仪被接入宫中准备嫁给刘子行。 一部被虐得一边哭一边看的古偶剧, 是两人将喜欢都藏在心中的一种悲剧。 最虐的结局是周生成最后被剃骨而死, 石仪那时心有所感煎熬了一夜, 最后石仪再嫁给刘子行当天, 从宫墙之上一跃而下, 追随周生成而去。 在人家伦和白鹿的演绎下, 两个角色有了真正的灵气, 离不好的电视剧, 离不开演员剧本导演的功劳。 虽然说周生如果很悲, 但是却比一生一世更让人喜爱, 可能就因为这种爱而不得更让人印象深刻吧。 有的师徒恋让不少观众喜欢,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师徒恋题材剧都能爆红的。 胡珠夫人也是去年播出的, 杨幂饰演的方海士本来是采猪女, 后来被陈伟廷饰演的方珠救下, 成了方珠的徒弟。 这部电视剧也是一个养成戏, 方珠在方海士小女孩的时候把她救下, 又当爹又当妈的把方海士教育大。 结果长大了的方海士爱上了自己的师父, 那和方珠身份不同常人又跟皇帝关系非比寻常, 皇帝受的伤全部都会转移到方珠的身上。 方珠虽然喜欢方海士, 却不能对她有什么想法, 而后方珠为保护海士被迫拆穿起女子身份, 将其送到帝序身边, 直到大结局也没有直接表明师徒二人在一起了。 开放式的结局任何可能都有, 如果说这部剧师徒恋有点压抑的话, 那徐凯之前的一部网剧从前有作《灵剑山》, 里面王鹿和王武的师徒恋就很让人看着下饭了。 拥有超级空灵根和现代知识的王鹿, 败入灵剑派五长老王武门下, 成为灵剑山真传弟子。 因为师父王武的性格和穷, 两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这部剧的剧情比较轻松幽默, 笑点很多, 最后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 师徒恋一搭一唱, 思维模式十分默契, 长日里却天天互对又搞笑又甜, 这也是这几部中为数不多是女师傅的古装剧。 主演的演技可圈可点非常值得一看, 除了已经播出剧, 又不少是师徒恋题材, 接下来还有很多剧也都一样, 《玉骨瑶》目前没有播出, 主演是肖战和仁敏。 众所周知, 肖战自从在《陈情令》中火了以后, 他的作品一直备受关注, 而仁敏也是在《清贫乐》中表现不错, 让大家印象深刻。 这部两人合作的《玉骨瑶》, 原著作者是苍月, 而这个故事也是师徒恋。 肖战饰演的是空丧世子石影, 仁敏饰演的是赤族郡主朱颜, 两人像是被命运牵绊着行走, 因为一花之恩结下缘分, 成为师徒相伴三年。 后来朱颜却将玉骨刺向了石影, 看简介来看, 师徒恋必定带虐子。 虽然这部电视剧还没有播出, 不过看情况很多人正在期待中, 还有儿场另一部《虫子》, 是杨超越和徐正希主演的, 不过看剧情颇有点花千古的影子, 而剧方也确实是当作 《花千古》第二在做的。 这部电视剧讲的是天生煞气, 注定入魔的少女虫子, 与沸腻六界绝世风华的尊者洛英凡, 辗转三世师徒相恋的故事。 又是三世的相恋, 说起第一是, 这名纯洁善良的虫子想拜师学艺, 可惜自己的体质问题没有人肯收他为徒, 结果就是男主洛英凡收了他, 也是成为他唯一的弟子。 这跟花千古是不是有一举同工之妙? 师父是受人敬仰的大人物, 徒弟是命理带煞气的傻徒弟。 不同的是, 这里两人经历了三生三世, 不知这部有杨超越和徐正希主演的试图恋有没有人期待呢? 最后一部是俄场的另一部S加级别大剧, 好一行。 压了很久很久了, 由楼云熙和陈飞宇主演, 这部剧也是改编自小说, 同样说的是一对试图之间的爱情故事, 不过不一样的是作为单改剧, 这部好一行的一对主角都是男性, 但是, 虽然很多人都期待这部剧, 就是一直被压遥遥无期, 被江湖血藏又时常被江湖人惦记, 不播好像反而能成一步去做, 播了如果真简成师弟爱上师姐, 可以理解答案就没什么意思了, 不是逼及敌人一等没意思, 而是同门产生情愫, 本身就是很合情合理的件事, 但师徒这种上对下有敬畏感的关系, 笼罩上了爱情瞬间变得暧昧, 张力十足, 浮想空间无限, 更重要的, 他因为不顺应世俗规章属于非自然爱情, 那么放戏剧结构里天然就有了戏剧冲突, 也就有了最吊人胃口, 最刺激肾上激素, 又不是一抹狗血的禁忌意味, 要不怎么说好一行值得12万分的期待呢? BL依然是禁忌链的最高形式, 还是吃土BL, 简直了禁忌感再拔一筹, 可终究害他的也是这该死的禁忌感, 随意戳开一步爆款玄幻, 一定少不得, 虽然身份不允许, 但我世子要和你在一起的禁忌恋元素, 比如普通级的陈希元魔女爱上战神, 甘心只搞垮身份恋爱, 往往会补充其他的恋爱关系, 让甜更甜, 也是开虐时更虐, 典型的像香蜜, 说起来是烂俗到稀碎的三角恋, 但把三角设定为哥哥爱上弟弟的心上人, 陡然就变得玩味起来, 不难看出, 今年已经明年要播出的高热度大剧, 剧情和人设都基本差不多, 而最为相同的一点就是, 这些剧全部都是有师徒关系的相关剧情, 虽然也有没有如期爆红的剧, 但是相比与其他题材则有更大的可能和概率, 但是在如今试图练越来越多, 且要没有什么新意的当下, 哪部带播剧能够杀出重围呢? 你最期待的是哪部剧呢?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记起留言与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